聽到剛才的介紹就以為這首歌是很舒服、很小神愛、很拿手的清新歌曲 但聽的時候就不是 譬如歌詞或者聽這首歌 整首歌都不像之前很多歌的up tempo 都比較down 平一點 我們可以說一下這首歌我們本來寫Demo的意思 我們說一下這首歌的語句其實是I could be a dark side 那什麼叫做I could be a dark side的氣氛 就是不如我們今天去寫一首沒有那麼開心的歌 因為前一天寫了一首很開心的歌 不如我們以這個方向 如果不開心有沒有理由就這樣說 哎呀你不開心 我不開心 我不開心 我們安慰對方 好像有一點點那個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bookbookbook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可以互相成為對方的一個黑暗面 或者是我們可以成為對方的一個避難所 或者是一個一個被護所 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句 就變成了這個chorus的 I hope that I could be I could be your dark side 就是chorus的第一句 哦 OK 所以就找回寶寶寶寶的作詞人阿帆 寫這首歌的詞 是 是不是這樣說 當時有兩首歌去選擇製作哪一首 因為開心一首不開心 有四首歌 四首那麼多 這首歌在地之下的demo 我們好像是第三天才製作的 頭兩天都是製作了兩首很開心 就是開心過我們之前 所有的歌 那麼開心的歌 那為什麼最後回來香港 就決定用這首歌成為第一首的派台歌 就是先做這首歌呢 因為呢 我們去完這四天的Writing Camp 我們最喜歡都是這首歌 唱這份歌詞 大家看到歌詞都很白 你一定會知道訊息是什麼 那去到Polly自己唱這份歌詞 那個心情或情緒是怎樣的 以前呢 我就會以為唱一首歌 可能要給很多感情 那就一定要聲勢力揭 或者是給很多character的聲音 譬如以前Don't think too much的感覺 Turbo聲 但是都長大了一點點了 我們唱完《寶寶你酒》 很多不同的cover歌 在這些舊歌裡面 我們認識到原來一首歌的意思 或者是一個訊息 我們身為一個歌者 可能我們就這樣很輕輕地去唱 不要太heavy 可能是輕柔地去唱 其實那個訊息 那個訊息才能更加進入大家的心 那個力量原來更大 所有東西都是互相去幫助 互相去平衡 當歌詞是很有分量 很有力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 或者是溫柔的方法去演繹 除了平衡 是否都覺得自己 例如在音樂的製作 甚至剛剛的首歌 Jonathan的唱也有很多變化 是否在這兩三年都會有很多的玩法 還有很多的變通呢 對 我們可能會被很多人認為是小青新組合 我們都沒有特別去界定自己的風格 不否定的 不否定 但也沒有說很… 不只是這樣 對 我們也很想多一些不同的玩法 在我們的演出 或者在我們的音樂上 其實也很想嘗試多一些 在這首歌 呈現給大家那種感覺 多一些 有點兒子 然後時封哮 好 這麼多人 很容易 史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